各位各位大家好 我是根哥 因为很多酒有要求 各位伙伴 你们那个大旗宫萨的收藏机 是什么难力 有什么渊源 能不能跟我们家好好介绍一下 我其实跟很多朋友都介绍过了 这个酒 这个大旗宫萨收藏机 这个酒厂 贵州华城酒业 在这个盒子上面 这个侧面这个地方 有介绍 华城酒业的创始人罗千龙先生 是茅台酒厂 第一任副藏厂 他还兼任 科研指挥长 加工会主席 在茅台改革创新期间 产品质量这一块科研技术 都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的 科研罗千龙先生退休以后 自己成立了华城酒业 按照盘统的茅台酒工艺 酿造酒 然后另外下面呢 有一个胡语明老师 那胡语明老师是谁呢 胡语明老师是第五届品酒会 就是十七大品酒品酒会 国家评委 也是国家酿酒师 享受国家津贴的 我们因酒有要求 让我们做个测试 测试今天我们选了两款酒 一个是正义酒三五 一个是洗酒一八八 这两款酒都是市面上 非常知名的两款酒 我们先开酒 这瓶1935是之前我们开过的 用来做过我们的 纪念1935品店的 我把它打开 最后一切 从三个酒体颜色收藏几多昆沙酒 酒体明显发黄了 然后其次是1935 要微微黄 下来之后是1988 现在先闻香了 一八这个酒入口群田 酱味明显 后段也比较净爽 留香还可以 现在收藏几昆沙酒 入口的话就是一个 很浓郁的一种酱香味 入口很盐韵盐滑 有一线口的感觉 后段留香持久 真意就算我们这款酒不错 整个酒体毛细风格明显 口感相对还是比较浓郁 后段留香还是比较持久 这款酒的风格 有茅台酒的六七层风格 这三款酒说句实在话 这款酒的酒体明显更老 要算酒体从年份来说 肯定比这两个酒要老很多 入口的话会更圆滑 用以前的一句话说 如果说秒杀 就是你们可能不相信 但是我觉得酒友们 你们可以自己去对标 以上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评鉴 就代表你们的观点 欢迎评论去留言 关注公告了解白酒